日本人也不一定知道的天字號追音 四月春暖 東京櫻花大爆炸 這一場粉色風暴 日本人可是越玩越火 坐在花樹下賞音哪有看頭 今年最夯的是爬上天空樹 展開天字號追音 這裡是墨田河的櫻花 這裡有約千本的櫻花 非常美麗的景色 這景色的景色是非常美麗的 這是我們所謂的空花見 沒錯 日本人也不見得聽過 空花見這個新詞彙 沖上晴空塔450公尺高的天望回廊 360度的東京春色塞爆眼球 連天花板也爬滿了櫻花 你瞧瞧眼前還有一個眺望台 變身為櫻花摩天輪 入夜晴空塔可是花姿招展 點亮春季限定的桃粉色 還在350公尺的高空上演清潔工亂打秀 夜夜春孝嗨到不行 天字號追音的下一站 是搭乘skytree train 列車穿梭在櫻花道 哇塞 好大的一根 晴空塔跳進了車廂 風景一級棒 這輛天空列車的終點是鬼怒川溫泉 4月上旬櫻花陸續進入滿開崎 不過這裡到底搞什麼鬼 櫻花 護身 J2 電車全都變小了 台灣正十分鐘 這最多年生的座公里 部門櫻花園 沒想到這裡可以一次走過了日本各地的賞英名所 甚至只要花半天時間就可以環遊世界了耶 来到鬼怒川 当然要做客温泉旅馆啦 这一家日式旅馆走过半世纪 温泉浴池各有不同的庭院风景 料理长以精湛的手艺端出华丽的春季料理 还应景推出花剑便当 视觉与味觉大享受 换上浴衣到山城吊桥散散步吧 鬼斧神宫的峡谷就在脚下 我没看见鬼怒川的怒哄激流 倒是小鬼露出羡慕的神情 似乎也想踏上天字号追音呢